哈喽大家好,我是四月狼 今天搞了个刘海 你们叔叔都快认不出来我了 觉得好看前够一,不好看前够二 行了,最近啊,受到很多小伙伴非常暖心的私信和留言 告诉UP在美国要注意安全,注意防疫 毕竟现在美国可是世界第一 为什么美国作为医疗最先进的国家 在疫情方面却做得这么反制 首先啊,就得跟大家唠一唠咱们这个老川了 众所周知,建国统治其实是一名卧底 那么疫情期间,建国统治都做了哪些迷之操作呢? 今天UP就带大家来分析分析 第一,川普说,新冠病毒就像一场感冒很容易就治好了 第二,确诊人数这么多 是因为他们的检测力度太强了 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啊 第三,就是甩锅,甩锅,甩锅 大家都知道川普的推特之国 一直把这个言论的风口对准了中国 给新冠病毒写了个绰号,叫Kung Flu I can name Kung Flu 第四,他作为一个领导人 他自己不戴口罩 他也不呼吁大家戴口罩 这一点可能就是世卫组织的锅了 因为疫情前期的时候 世卫组织跟大家说戴口罩没有用 后来他们又改口,说戴口罩是有用的 大家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到底该不该戴口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美国的大街上 还有很多人不戴口罩 建国的逻辑就是本来应该死220万人 现在只死了10万人 所以在川普眼里 这就是伟大的革命胜利 很多人说川普是个沙雕 是个憨憨 但我觉得其实大家低估了他 资深老义客 他其实非常善于利用言辞 他说的每一句话 背后都有一个更深层的含义 而且他非常自信 在我们眼里是过分的自信 麻木的自信 却让他的追随者更信服他的 我赌10块钱 下届美国总统还是他 不信你们就看吧 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聊一聊 在疫情期间我自己的亲身体会 我是今年1月1号的时候 从中国回到芝加哥 然后过了每两天 就听说病毒在武汉爆发了 那个时候就 美国超市里面 就非常流行抢口罩 就是基本上 美国各大超市的口罩都被抢空了 他当时也存了一些口罩 本来想寄回给家里 结果家里人跟我说 他们口罩做的事 根本不需要 然后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病毒就在美国爆发了 不知道哪个无良的营销号 散布小道消息 呼吁大家去抢卫生纸 几天的时间 美国超市的卫生纸 就被一抢而空 导致很多人上厕所没有纸 需要超市啊 就要跟大家提一下 美国看到的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华人和美国人的对比 我去华人开的超市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有工作人员 在给大家一个一个测试体温 测体温这件事情 可能在中国是很常见的 但是在美国 我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我只在中国城的超市 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华人的确诊数是最少的 在这里要给同胞们一个大大的赞 接下来说一下学校方面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学校都停课了 课都改成了网络授课 有人说这届的毕业生是最惨的 就连毕业典礼都改成线上了 其实UP在这想为留学生发个声 出国留学不等于不爱国 就好像你家孩子在外地上学 难道在北京上学的人 就背叛了长春吗 我觉得在国外生活过 或者留过学的人 更能体会那种背景离乡 思念亲人的感觉 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以前在家的时候 我在我们家那就是皇上 你想吃个苹果饭 不吃 吃一口饭 我不想吃 家里人对我的好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的 动不动还跟他们吵个架 半个嘴 七个不服八个不愤的 直到我出了国 早上起来再也吃不到 准备好的热气腾腾的早饭 这时候我才明白 原来我在家里的时候 是那么幸福 经常做梦 梦到我老了 以为自己回国了 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躺在异国他乡的床上 这种孤独 真的只有出过国的人才能体会 我知道无论今天我在这说什么 都无法改变世人的看法 但是我希望看了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对留学生这个群体多一些了解 因为我始终相信人与人之间 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恶意 如果你不喜欢我 是因为你不了解我 如果你了解了我 也许你会喜欢我 你喜欢我了 也许我们会成为朋友 我们成为了朋友的话 你就会给我这个视频一键三连了 你说的对吗 那么今天视频就是这样了 我是四月狼 一个走路带风的视频播出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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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意儿太暖肉了 待了 好